首先我真的很恐惧 他跟人很喜欢 这个房子的价格是140 就回到学校了 今天我要在学校工作 我刚刚起床 我觉得现在可以讲一下 我发生了什么 就是我之前是租房 是和屋主一起住的那种 就是我自己租一个房间 然后前天中午 我才得知我的屋主之一 他感染了新冠 然后从那一刻起 我就开始收东西 然后离开了那个房子 但是我没有落脚的地方 就是一直感觉自己在流浪 然后一开始住了一个小旅馆 然后昨天到这个地方 就是一个studio的房子 这个房子还挺不错 就是很贵吧 怎么说 然后就终于有一个 还比较舒舒的住的地方 然后我现在眼睛都是肿的 就是我一开始感觉非常害怕 然后基本就是哭了 大哭好几次把眼睛哭肿 我当时真的只是有很短的时间来收拾行李 所以只带了那种必备的物品 带了一个18寸的行李箱 然后看一下我逃难出来带了什么 然后这个一次性的株药杯和牙刷是我带的 然后带了一个新的牙刷 这个牙膏是在别人店买的 在7-11买的这个人字图感觉也太难穿了吧 这是昨天在一个商店买的尼北亚男士的 就是沐浴露醒月奶西发露三合一 因为没有带这种东西 然后这是我出门的时候穿的一套丑丑的衣服 我的电脑 这就是我出门的时候拿的小行李箱18寸的 后这里有一件T恤 两件衣服 带了好多口罩 口罩 然后这洗漱的里面有个洗脸巾 还有个体温体温级 牙刷我已经拿出来了 没了 没了 这是我iPad办公用的电脑 这几天还主要是在办公 然后这巧克力 不同体力 这个是Daniel给我拿来的 可以测那个新冠 然后这是我在便利店买的VC 这是我的包包 然后里面有一支新手套 然后电脑的充电线 这个是软化清瘟 就是怕自己生病 鼠标 鸡精 然后这也是一个药 吸收液 美了 我出门的时候 连洗面奶都没有拿 就更不要说话装拼了 所以我现在就是这种 素面朝天 很丑的样子 然后想说一下 为什么会很崩溃 首先我真的很恐惧 因为我对于COVID的这种东西 态度是非常谨慎的 但是我没有想到它就发生在我的身边 就在我的隔壁 第二呢 其实我根据新加坡政府 对于COVID的这种防疫政策 感觉到就它会有这种 确诊的增长趋势 当时我们已经想到说 要去租一套独立的房子 就是我们自己住 不再和别人一起住 这样更安全 所以我们当时也是在找房了 只能说COVID的预判我们的预判 就是我们就在找的过程中 没有想到它会发生的这么快 所以我出来当天的时候 我们也在看一套我们要住的房子 但是我的最早入住的日期 比我当天出来的时候 还有半个月这样 所以说这半个月 我就是在新加坡 没有什么住的稳定的住的地方 就在这个城市很漂泊 然后就有浪的感觉 所以我当天也是非常的崩溃 其实也是有住的地方 就是非常贵 在新加坡这个地方就是 你想要住的舒服呢 你就要有钱 在新加坡这个地方 我们是在新加坡这个地方 我们在新加坡这个地方 就在新加坡这个地方 我们在新加坡这个地方 我们在新加坡这个地方 也看不到 在新加坡这个地方 我们在新加坡这个地方 然后我们在新加坡这个地方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们昨天买了一个速冻的披萨 用这个过程加热一下 现在准备了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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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进门里是一个厨房 这是冰箱 然后有微波炉 这个杯子是这里的 还有烧水 然后这我们买了一些调料 然后有一个锅 这里面也有一些餐具 一个吐司 还有一些锅 然后这里面也是一些厨具 右手边是一个储藏室 然后里面有一个玉利素的板子 之前我们就把它拿出来放东西 这里是客厅 这边就是沙发 电视 茶几 还有一个小阳台 这边是卧室 就是小小的一个玉柜 然后这是洗手间 看一眼这个小小的卧室 因为它这里面空间比较小 所以我就 我没法站得很远 都拍起来很 那个家具很大的样子 就是这样了 拜拜 又回到学校了 今天我要在学校工作半天 看一下我们在学校的午餐 这是一个银肉锅奶昔 还不错 这是爱心甲克 你在摊吗 哇 这是我的 有洋葱的味道 个洞 你这是什么来着 好香啊 我跟你说 那校车不知道为什么 变成了黑色 好久不見了 可以我們去哪一個地方 它是比較靜點 比我們在頭上